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伊尾 我們現在打虛的夢魘吉娜 這邊帶大家用1%大獎版田銀石來通關 對不起啦 那個有點太晚 按下錄影了齁 這邊是全部都有突破 然後龍科也都帶自己的武裝 那我這邊銀石配的是星巴這樣子 好 來 第一關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開一隻星巴下去喔 好 點隨便兩個直行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直接 去轉六步沒關係 然後最後有停在火焰地就可以了 這邊你就算被他銷到弱化啦 其實也不會影響太多 我們這邊傷害還是灌的過去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走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因為六步是要觸發一個減CD 我們第三關就要用到版本成馬 非常快喔 好 來 這邊的話一樣 再一次 就是減CD的作用 再觸發一次 好 來 接著我們就是 這個應該是差2回合 那差2回合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開銀石 然後選星巴版面 好 那這邊的話一樣 就是再去動六步喔 好 我們抓一個角色珠下來 好 六步 OK 我這邊是抓銀石的角色珠啦 就是讓他多去追打幾下 好 來 接著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就是我剛說的結界地形 好 那這邊其實是兩個做法啦 你要再去偷一回合也可以 但是 我不建議喔 我不建議 來 這邊的話直接開這個 然後我們就五步內送給他 好 這邊因為不會再添獎 所以要把傷害打多一點喔 就直接五步內 不要再去偷步術了 來 接著第四關 來 第四關這邊的話是那個 五屬強化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先去 動那個五步以上 然後 把龍科打開 來 先延遲住他一回合 好 因為這邊我們沒有得弄強化出來喔 好 來 這邊就一樣 去把分數轉到那個 可以延遲的地步就好了 不用轉太高分 好 這樣就可以了齁 好 延遲之後呢 我們的銀石會再跳回來 就再開一次 然後選星巴版面 那這樣就一定會有五屬強 然後就五步內送給他吧 好 來 這邊帶走沒問題 來 第五關 來 第五關這邊是要動25到30步喔 這個其實也蠻折騰人的啦 好 那我們這邊就是在開一隻星巴 你可以開眼鏡模式以外的齁 好 然後一樣點兩個直行 好啦 這邊就去 對 這樣子慢慢看 慢慢數 應該是可以數到 他變白字吧 好啦 那就直接打出去就好了齁 好 你就看到他變白字 你就可以放手了齁 因為你步數在往上就是 倍率遞減 好 來 接著第六關 第六關這邊的話是蠻白目的啦 這邊是那個 什麼 呃 隊長戰友 攻擊力會歸零 好 這邊就一樣 五步內送給他 這邊就是靠你中間的隊員去打了齁 哇 這個天將 恐怖啊 好 接著 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的話就是在開一隻星巴 然後 我們稍微看一下版面齁 因為這邊要再搭配二消才有辦法十七康以上 好 這邊就把定村打開 好 定村打開之後呢 就全力去轉 這邊就不用管步數了啦 你就是全力去把那個 combo拉高齁 好 這樣子 然後不要停在黑洞上面就好 喔 那個 我剛剛 切的有點驚險 你要切的時候記得再 看清楚一些些齁 不然就會像我一樣 可能少個一康 要拼一下天將 好 來 接著 第二關這邊 如果你是剛好手消泉水啦 那我只能說你運氣特別好喔 那你如果不是手消泉水怎麼辦 你這邊就是再去動六步做一個減CD 然後再把銀石開下去 選星巴版面 就一定會消到指定的珠子全部了 欸 結果我消泉水我還沒消到喔 差哪一顆 我還蠻好奇差哪一顆 好 我找一下啦 水珠 這裡 嗯 不是都有嗎 見鬼了 好啦 來 有了 這樣有了齁 好 OK 這邊帶走 來 接著第八關 第八關這邊的話是拼圖盾喔 這個拼圖盾我們可以稍微去 剪一下CD 讓定村再跳起來一次 直接用無視的打過去這樣子 好 來 這邊定村有跳回來 你就可以再把他打開了齁 阿一樣 就五步內送給他齁 好 OK 這邊帶走 沒問題 來 接著第九關 好 第九關這邊的話是要轉20顆 然後不能消到暗珠 那先講 最上跟最下就已經12顆了 但是因為是3消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算進去齁 12 13 14 好 然後這邊 現在14顆 所以要找 6顆 一樣的齁 好 那我找一下 6顆 6顆 等等喔 好 6顆 來 我想一下哈 因為你這個不能再去消到啦 如果你12 13 14 15 16 這個也要消的話 那我們就是再找一組4顆就可以了 好 4顆 OK 好 總之不要消到暗珠啦 你消到暗珠的話 他是會反擊的那個 好 我這邊動的步數其實也蠻多的 但是你看傷害非常足夠 所以應該沒問題 來 接著這邊的話是首消全部的新珠 好 那這邊的話你就可以再用銀石 然後選一個星巴板面 好 然後就去抓一個角色珠下來 停在這個格子裡面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們就直接抓銀石 好 來 這邊打過去完全沒有問題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 這個還算蠻恐怖的關卡 不過其實也還好 因為銀石每回合 最上跟最下都會幫你排列好 所以也沒事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去動一步 好 來 動一步是扣1萬喔 所以要小心喔 不要動太多步啊 好 我們其實每回合只能有一步可以動啦 而且我這邊是有突破的狀況 你如果是沒有突破可能會更危險喔 好 這邊最後一回合 好 我想一下 來 好 來 帶走 沒問題 那接著就是來到二血喔 二血這邊的話是要轉到10combo 然後這邊有一個光以外弱化 好 我們這邊就直接開那個星巴加combo的效果喔 那你要再開一個這個也是ok 就是看你自己啊 好 然後就直接五步內送給他了 好 這邊就靠著狗狗去追打 欸 其實前面追打也 灌過去了啦 沒問題齁 這次夢魘集的血量不算太多 所以我覺得還ok 好 那最後一關一樣是拼圖盾 那這邊的話就是在藉由定村來幫我們無視掉 來 這邊我們補一個神樂 好 定村 好 然後最後再把星巴打開 好 那這邊現在是二消的情況啦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怎麼去拉高combo了 基本上 隨便轉 就直接可以無視過去了 好啦 以上這邊是板田銀石 一趴大獎通關 來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 撲